锦衣糖果扑十二,刚新婚就要出公差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点个赞,支持一下吧,谢谢大家 新婚休假已过,重回平日生活 新婚燕尔,缠绵三日,又到了该回归各自岗位的时间 头天晚上,惊吓想着第二日就得出秦 而且因为升职,六扇门还给安排了两个徒弟 等着他新婚过后去教导,正是需要竖威风的时候,可不能脚软 他欲推辞,却抵不过路易百般痴缠,又是一夜疲劳 次日醒来,今夏浑身疲乏,有着路易抱着他更衣,他若若叹着气 大人,您这身体未免也太好了,都不见您觉得累 今夏如此坦然的评论,惹得路易还有些不好意思 他埋头给今夏吸着腰带 夫人要想提高身体素质,不妨每日早起,为父陪着你一起沉练 今夏脸颊飞红,慌忙摇手 不了不了,吃不消,大人您可真是太坏了 路易这才发现他的小娇气想歪了,暗自发笑 我说的沉练是五枪弄棒,或者大义族群,夫人这口中的沉练,听起来怎么意味不同 惊吓一愣,苍天啊,自己方才究竟说了什么 他休得把头一低,刚巧扶在了路易的胸口上 这回,轮到路易脸红了 唉,没有成亲之前,只能猜想这小人的可口程度 如今做了夫妻,真真正正尝到甜头 终于理解到那句词,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还好自己再替皇上拜使,不能随着性子胡来 否则哪有清醒之时,好险好险 但,亦是好妙好妙,新官上任三把狗粮 两人吃过早饭,路易对今夏还是百般不舍 便摆着一张正儿八经的脸提出要送今夏去六闪门 今夏有些惊讶 大人,当差而已,婚前都是我自己去的 不至于还要您亲自送吧 你新官上任,我去撞撞上市 怎么,大人以前在我面前耍官威还不够 现在还准备亲自去六扇门耍官威 今夏知晓路易在开玩笑,于是故意逗她 我何时对你耍过官威 路易辩解道 今夏眉头一挑,微微笑道 昨晚 路易也笑了,这丫头,把闺房去世也拿出来调笑 着实比自己想象中淘气很多 往日里依逗她就害羞 现在经了人事,反而比自己都放得开 看来她也要多多学习进步 早日找回主权 不过现在,就不和她多计较了 路易拉起今夏的手 好吧,我承认,我只是想多和你走一会儿 今夏甜滋滋地笑了 她的大人,真的太过可爱 两人牵着手就一起向六扇门走去 一路甜甜蜜蜜恩恶爱 还约定以后每日都如此 只是苦了跟在后面的岑校伟 心中一万个委屈 很想问问前面的两位大爷 哦,不,大人和夫人 明天能不能允许她自己先去北镇福斯 但她不敢,呜呜呜呜,呜呼哀哉 不过,好在层服并不是唯一受伤之人 六扇门的小兄弟们也很上头 这原不快生了原不头不久就成了亲 刚安排了徒弟就算是真正的升官 本以为新官上任会有三把火 万万没想到,火师没火 就是看着陆千世大人在六扇门外和原捕头一一难舍的时候 有点牙酸 新婚就要出公差 陆毅刚到北镇福斯 就又被葛从南叫了去 也不知这四打着什么小算盘 新婚假刚结束就挂念着找茬 原来昨日有人在工墙外深渊 抓来一问自称是长州人士 说今年长州闹水灾 收成少了近云三分之二 但长州府官员仍然没有减少赋税 按往日的标准收税 百姓苦不堪言 而前来深渊的男子有一个儿子 年轻气盛 跑到官府去提意见 却再也没有回来 男子几次去找儿子喂过 只能连夜离开长州府 来皇城脚下深渊 听说那男子一路全靠步行 和借坐他人的马车才来到京城 形容销售又满是伤痕 皇上见此动了侧影之心 让葛从南安排人手送男子回家 并且要将此事调查清楚 于是葛从南便将这件事 安排到了新婚的陆大人身上 事件并不复杂 按理说根本不需要路易 这样的级别出山 但如今上级如此安排 路易也没法推辞 一出葛从南房间 陈福就抱怨道 这思就是看大人林刚成婚 故意支开你去个一两个月 太过分了 不用激动 我出去一趟 你去会回那个深渊的男人 回来后跟我报备 是 曾福音道 陆毅一人去了皇宫 刚巧婚嫁归来也该去拜访皇上 顺便汇报他出差仪式 以及提一点小小的要求 一晃就到了下午 静下脑子里正想着晚上回家 有什么好吃的 毕竟陆府的厨子水准真是喜人 却听人来传话说 两天后随着北镇福寺陆大人出公差 他小小的脸上挤满了大大的问号 静下当即就去了北镇福寺 找到陆毅 大人 您这又是什么情况 刚成亲就出公差 是 陆毅虽没什么太大的表情 但静下立刻明白了 八成是个从南搞的鬼 他有些困惑 我猜定是某人看你心昏燕耳 心中不快 所以故意让你和我分开 但既然如此 又怎么会同意让我协同办案呢 因为协同办案是我向皇上争取的 啊 这不太好吧 让皇上知道了你公事私办 会不会心有不悦 所以呢 袁伯头觉得如何才能公事公办 这一次的案子 需要追踪数人才 袁伯头要是觉得和我一起办案 会被人脚舌根 那就重新给我介绍一位合适的配同人 为了方便调查 男子唯一有层服 协同者需要一位女子 远不脱看着安排吧 你 静下其鼓鼓的嘟起小嘴 陆迁士的这番要求 只有我能满足 就算我不能满足 你也不能和别的女子一起协同办案 吃醋了 我才没有 反正就只有我了 只有我 这不就对了 我们也很久没有一起办案了 现在又成了亲 说不定能配合出更高的水准 陆毅且笑道 看着惊吓也笑了起来 陆毅又俯身在惊吓耳边说道 在 这 出公差在外 难免寂寞 晚间甚至会觉得失落难免 有缘不脱配床 才能精神满满 少女脸上红霞纷飞 脑中起念分成 此番公事丝半 倒也很让人期待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 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